欢迎收看两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一彤 今天咱们要去铁岭开园认识一个人 名字叫做张超 说起张超可能当地的人不太熟悉 但是要是一提到网络上的黑哥 那可是人气十足 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种植户 但是人家可不满足于只当一个普通的农民 他要做新时代的农民 于是就转战了网络 拍小视频 搞直播 把当地农户的好产品都放到了网上来销售 咱们来看看心动人黑哥的转型故事 刚才有几个人没抢到八块八苹果的 八块八五斤 你就说合适不合适吧 马上没拍饶是吧 没拍饶的给我敲个一 八块八的苹果我给大家算五十单 瞬间三秒钟就抢没 玩事之后就给大家去发货 看到没 这边全都是 购物车上架 三秒就抢空 这样卖苹果的速度是不是惊到你了 这样还是收着卖的呢 我们还在从山上往下拉 拉完之后打包 排队发货 现在已经排到五天发货了 因为现在都在农房 根本就包不出来 每天销量在五千单到一万单 黑哥 开源地界网络达人 常年在快手上发段子 直播带货 以幽默风趣接地气的风格 吸引了大量关注 现有粉丝八十九万人 但是黑哥原来可不会搞直播 干的也不是纯粹的农业 我之前是做传统行业的 粮食行业 也做了好多年 也赚了点钱 有一次我去日本 当时我在超市里买了几个苹果 买了几个草莓 当时花的价钱感觉我非常惊讶 我买的苹果是弄个买的 一个好像折合也没20多块钱 这次的经历给黑哥的触动非常大 15年前他回到开源老家 包山 开荒 种果树 彻彻底底把自己交给了这片果园 最初建果园时的构想 是走休闲采摘路线的 可是到第八年以后 苹果的产量越来越大 黑哥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第一年10万斤 第二年20万斤 第三年就是50万斤以上了 当时你说再多的人来采摘 你也卖不掉 所以正赶上 就是说直播的封口来了 内功是全民直播 我当时我就掏出手机 我就每天坚持录短视频 三二一开始 来吧 家人们看着没 这苹果老好了 看着没整整的一框 看全都是 这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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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这苹果 哎呀 黑哥从小就有骨子钻劲 他没有急于开直播 而是通过每天坚持发短视频 给自己的账号引流 积累粉丝量 同时他还给自己定了个人设 这就是这身装吧 哎呀 不是 其实啊 我一年四季有四套衣服 这个呢 就是我拍短视频穿的衣服 这是冬装 可能是这身衣服吧 就把你的人设就表现出来了 对吧 给你定位 就是一个地道道的果农 对吧 我不能穿个西服啊 穿个这个 这个大皮夹啊 给人干活啊 所以这个需要啥呢 是个人设 夏天天我们带个草帽 就能表达出 你是做什么的 你得让别人尽快地去了解 搞人设 蹭热点 整啥农产品 都用东北科烙一烙 光是在选品和个人风格定位上 黑哥就琢磨了半年的时间 同时 他自己还学习拍摄技巧 必要的时候 请专业人士来帮忙 一门心思地 经营自己的快手账号 当时吧 赶上十一 十一 我就想 咱们是个中国人 我就想用大鹅 给地上给他摆个字 摆个中国这俩字 那大鹅好控制吗 不好控制 不好控制 而且特别难控制 而且咱们从平面 还拍出来效果 必须得从空中去拍 所以我当时 我就练了很长时间 完了之后呢 又找到这个 专业的拍摄团队 用航拍给我拍出来 最后的一个效果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春天磅礴的羊羊 这条短视频给黑哥提高了曝光量 还得到了快手平台 短视频的认可和奖励 粉丝量也随之与日俱增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当流量和粉丝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可以开直播带货了 看着吗 这个早上到现在咱们卖了2550单 看着吗 直播带馅 看着吗 又是播了四个小时 我看看你们 苹果是属于集中商市 它是个大众水果 它没有品牌 我们自己创立了蜂蜜苹果和牛奶苹果 有自己的独特的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在平台上 销售价格也能达到5块钱 所以这个价格 可以说在我们当地苹果来说 价格已经卖到天花板了 2019年 开账号发第一条短视频 如今黑哥的账号作品320条 直播182场 仍然每天都在坚持 随着自己粉丝量的固定 销量的不断扩大 他自己一千亩果园的苹果 都有点不够卖了 从黑哥的身上 我们看到 他有技术 懂销售 勇敢地挑战 每一个从未尝试过的新生事物 也许有人说 他是幸运的 但是幸运的背后 是他默默地坚持和学习 是他挺住了成功之前 那段艰难的时光 敢于冒险 敢于自嘲 善于学习并且修正 让人生的前前后后 能够互相灌溉 互相滋润 这才是乡村振兴路上的新农人 开源的黑哥呢 是从普通农民转战网络 转型做新农人 而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位女孩呢 人家是打一开始就立志要做一个新农人 24岁大学毕业 是什么让他放弃了城市里的工作 回乡创业卖地瓜呢 一块来听他的故事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铁岭县 镇西浦镇牧场村地瓜收户的季节 在这间恒温库中弥漫着地瓜的香气 村民雷鸣正在忙着装地瓜 在镇西浦镇牧场村 像雷鸣这样的地瓜种植户 有九成以上 几乎每家都有上万斤的产量 然而就是这样的村籍产业 在几年前也经历了一次严重滞销 如今时过境迁 从卖不出去转为价格上涨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雷鸣说那是因为啊 村里来了一个年轻人 雷鸣说的这个年轻人叫赵佳琪 九零后的他放弃了留在沈阳的机会 辞去了薪水较高的工作 从沈阳回到家乡 作为牧场村土生土长的姑娘 他深知家乡村民种地瓜的难处 一年到头他可能就这一茬地瓜是他的钱 就他不像说就是人家都越越开支或者什么样 可能就这一茬地瓜卖不出去挺大事的 开个小山里蹦着 上找事早上三点起来抢摊位 你抢不着这个摊位 那摊位有好的有不好的 三点起来老头大冬天呢 穿俩军大衣都冷 那也跟着着急 没干过农活的大学生回来卖地瓜 这在中了几十年地瓜的雷鸣眼里 颇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 尽管雷鸣满事质疑 但赵佳琪并没有着急去卖地瓜 他反倒很悠闲地先去注册了一个视频直播账号 原来赵佳琪有自己的主意和想法 他先是录制和上传自己在地里干活的视频 然后再通过视频直播带网友体验田间种地 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账号粉丝已经过万了 趁着这股热乎劲 赵佳琪趁热打铁 结合小视频和直播来保持网友对地瓜的热度 大规模地在网上卖地瓜 刚开几个月的直播账号 有了不少的下单量不说 销售量赵佳琪都来不及统计 就是因为你看咱们这个账号 线上买的可能是有很多是 就是沈阳啊 就是什么全国各地的人 但你线下买的那就是各种人了 就因为有田岭周边的人 他本身他就吃地瓜 然后他看着你在做这个账号 他来先买点 跟抖音上买点 或者线下买点 藏 藏好了之后 他们都是500斤1000斤都能买 因为这个地瓜 他们一圈来 拉一圈 然后就走 然而成功的喜悦 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冲淡 在陆续发货的过程当中 赵佳琪收到了很多客户的反馈 说地瓜的大小不一 还有不同程度的磕碰 地瓜出了问题 人品不能出问题 为了表达诚意和歉意 赵佳琪决定 出问题的地瓜 一律给客户补偿 这次事件之后 赵佳琪在反思一件事 建立标准 为了建立标准 赵佳琪在收地瓜时 都有这样一条硬性规定 地瓜每核重量 要在2.5公斤到5公斤之间 每个地瓜必须完整无磕伤 就是可能我的地瓜要挑的 比90%以上的地瓜挑的都要狠 就是尤其是发货这样的 我挑的更狠 要比鞋下来买的还要狠 现在网过的消费者 对地瓜的评价 也已经从最开始的大小不一 改善到了地瓜味道甜 品质好 复购率甚至都达到了70%以上 而这其中 对赵佳琪改观最大的 就是雷鸣了 思想观念当时就反转了 大中小的全得分开 带毛病的必须得挑出来 质量必须得上去 消费者买了都买了好东西了 下回自然他就找他了 咱现在都验上去了 我觉得这孩子挺有上级心 能干出一番事业的小孩 俗话说啊 白米饭好吃 无骨难重 这话呢一点都不假 种地就要掌握科学的种植方法 要付出辛苦的劳动 更重要的是 得选好一个好的品种 家住葫芦岛南票区的长大哥 这几年种地呢 心情是像了坐过山车一样 忽上忽下的 这到底是因为啥呢 一块来看 往年我种的是大爆米 但大爆米呢 历年一刮风 就给我的地里头 整个都压成滚子一样 去年我跟安队要说 指令不受复 那整个的减炒 百分之五十 但今年这个 到去年得增产到百分之五十 咱们庄稼人都知道 天气无常 这刮大风下大雨 那是常有的事 前后差距咋这么大 长大哥到底是怎么做到了扭窥为盈的呢 今天种的是五七零 整个的那就是古城地区 现在种这个大多数的面积 全是五七零 被手地的品种 越当心越产量越高 我是永久性种的 听听 永久性种坛 到底是啥让长大哥有这么大的信心和决心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产量和效益 但我说得最低得达到一千六七两下来劲 我说我的一千五个金就没有问题 以前我的外面也就是一千来劲 一千上下 咱们庄家人都会算这笔账 产量上去了 经济效益自然而然就可观了 可是这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还好 如果赶上了大风暴雨等恶劣的气候 这沈农大L570还会表现那么好吗 咱们今天雨水大 对咱们的高明产量上呢 没啥影响 今天不但风上照网的对比 那得增产 一亩地最低的增产 四个五百亿 我们这个五七零的特点呢 是抗旱耐烙 它比较突出是突出在耐烙上了 这个品种呢 适合重于平肥地 烙瓦地 它这个包米呢是 不空而 没有边行优势 里外都一样 棒棒大小特别均匀 没有边行优势的沈农大L570 抗旱耐烙 而且碎位整齐不掉粒 这么多的优点急于一身 只要我们掌握了科学的种植方法 沈农大L570会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像辽洗地区啊 这边龙啊 龙间距特别窄 大概在四百五到五百左右 这样的话 我们母宝苗 在三千五百株到三千八百株之前就可以 组织打了一尺一到一尺二 怎么样 咱们的明星产品 沈农大L570 表现还是很亮眼吧 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24-8652-8168 400-6818-801来咨询 咱们黑土地正在征集首批农资销售的合作伙伴 快来加盟黑土地 和我们一起卖好中好肥好农资 每个乡镇只限一个名额 先到先得 热线电话是400-6818-801 那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天气 来看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沈农大L570 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的10月19 也是24节期当中的小雪节气 小雪是反映降水与气温的节气 它是寒潮和强冷空气活动频数较高的节气了 小雪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 降水量也会增多了 今天咱们全省是以晴为主的 部分地区多云 北风或西北风3-4级 部分地区4-5级 白天最高气温来到了零下3-3度之间 夜间多地转眉了晴好天气 最低气温在零下13-1度之间 了解过了天气 我们看看香气没有哪些问题吧 有位观众想来解一下 有没有抗导服抗病也不错的玉米品种呢 接下来有请技术人员帮他介绍一下 看一下我们联达种业重点推广的品种 联达昆瑞52 联达昆瑞52首先它的抗性非常好 抗性表现在抗病能力上 看这个猪形非常清秀 持续性非常好 它的抗病能力是非常强的 辽宁省今年玉米病害大发生 像这个玉米大小叶斑病 弯胞菌叶斑病 文库病还有青库病 都有大发生 但是联达昆瑞52的抗病能力是熟一流的 这块地很多品种都已经得病了 你看昆瑞52这叶片 现在还非常绿 也没有什么斑点 抗病性这块 特别强 其次呢是它的抗脑能力也非常强 想看这个柱形啊 叶片是上虫的 上部叶片夹角非常小 有效地降低了风阻 看那个顺 顺饼的夹角也是非常小的 也把这个风的阻力降低下来了 再看它的根系 气声根特别发达 而且它的地下有六到七成结根 像地下扎得特别牢 所以说联达昆瑞52的抗脑性 也绝对是一流的 还有位观众问到 有没有比较适合基收 而且呢良质也不错的玉米品种呢 接下来有请技术人员帮他推荐一下 此农达DiD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基收的一个好品种 它的猪高呢在两米七左右 碎位呢在一米零五左右 一米零五啊 它是非常适合基收的 如果果顺太高或者果顺太低呢 咱们在极其收割的时候啊 容易造成丢碎漏碎的情况 造成人为的减产 而且呢 它的后期脱水比较快 它在活盖成熟 情况下能脱到25个水左右 完全适合咱们机械收割的一个标准 那你说它两指打样 成了DiD它两指非常好 刚才咱们说了 它在活盖成熟啊能达到25个水左右 咱们有个农户啊 没有地方储存 或者储存困难的 咱们可以在田间呢 就进行一个卖粮 如果说太湿的话 咱们在脱粒的时候呢 容易造成子力的破损 影响咱们的一个卖价 太干呢 咱们在进行机械收割的时候呢 还容易造成 因为减产 因为它掉的粒子 咱们是减不起来的 所以说沈农大DiD呢 它是非常适合 咱们在田间就进行脱粒的 而且呢 它的荣重呢 能达到780克每升 咱们国家一等粮的标准呢 是720克每升 它远远高于咱们国家一等粮的一个标准 这个H325啊 第一个 它是根系发达 它7层梗呢 有三层7层梗 抓地特别牢 而且特别深 能起到一个抗氷的作用 而且在旱的年头啊 它可以起到一个抗旱的作用 能吸收地下深层的土壤的水分 再有呢 就是它的叶片上冲 叶片上冲啊 等大风来了 它这风阻是非常小的 都不兜风 所以呢 它也非常抗导 像去年呢 有四场台风登陆我们辽宁 这个H325啊 基本就是没有出现倒壶欠限 再有呢 就是这个H325的梅子 是值得一提 它是纯胶脂粮 呈金黄色 荣重非常高 像卖粮呢 就是收粮的啊 非常爱收店上的品种 一般的情况下 打下来粮 只能达到个25-6个水 打下来粮就能卖 而且能多卖个一分钱到两分钱 它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H325啊 这个摄影面是非常广的 南一直到我们大连 海城都能种 北一直到我们的黑龙奖 哈尔明以南都可以种植 只要基本在2650到2750之间 都可以安全放弃地种植 当然了 如果你有啥没听清没记住的 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4-8652-8168-400-6818-801来咨询 我们将会通过多种方式 将好技术好农资送到你们身边 好种配好肥 咱们种地呢 不仅要选好品种 肥料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选好了肥料 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 咱们黑土地与中国农资 联合打造出了一款全新的高品质化肥 欧杰特 听说啊 复兴市张五县后新秋镇的一位种植户 第一批试用了欧杰特化肥 咱们一块来看看 它的试用效果到底怎么样 任振磊是复兴市张五县后新秋镇的一名种植户 来到现场 我们就看到它正在地里收割玉米 这都11月份了 地里为啥还有这些玉米呢 因为这块是我所有地中持绿性最好的一块 也就是非常绿 收早了可能会影响一些产量 晚上会增加一些产量 而且它这个经历了60个小时 就有一场降雨嘛 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说过啊 60个小时降雨之后 它没有导 没有导福现象 根系呢比较发达 磁力性比较好 而且这个棒子长得比较大 所以说多留了一段时间 增加它的一个产量 一提到黑土地种子 袁振磊就滔滔不绝 今年它也是用了咱黑土地的种子 风产原因不仅是种子的品种 最重要的是它今年用了欧杰特化肥 而且化肥跟它以往用的大有不同 肥劲吧 就是咱说这个肥劲持续是要时间长 后期不脱肥 这就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是最直观的东西 只有后期不脱肥的化肥 你才能长得好保密 对不对 可别小瞧了 这黑土地欧杰特系列肥 它这背后可有大来头 生产厂家是中国农资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 中国农资是全国唯一一家农资供应的企业 至今已经超过50年 保证每一代化肥的质量 欧杰特就是中国农资和咱黑土地合作生产的 而任振磊也是第一批市中这款产品的种植户 乡亲们原来都知道 并使用黑土地种子产量大大提高 如今黑土地又推出自由品牌好化肥 好种子加好化肥 为乡亲们种植保驾护航 如果您需要黑土地系列肥料 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订购吧 铁令昌土的气候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风大 玉米种植户都怕刮风 怕玉米倒浮 但是八面城镇的郑大姐 这两年从来不担心刮风的问题 因为她家的玉米压根就不倒 不但不倒还不长虫 果碎是又大又粗 不信的话咱们到她家的地里去瞧一瞧 这几年咱黑土地给大伙推荐了很多的玉米好品种 其中有很多品种已经成了乡亲们心里妥妥的网红了 比如说身后的这个沈农大DSE受到不少人的青睐 铁令昌土的郑大姐已经连续三年种它了 那这个品种到底有什么特色征服了郑大姐呢 今年夏天昌土的风大 郑大姐说她家这片地周围的玉米大部分都倒了 只有她家一根都没倒 沈农大DSE这个品种真是选对了 沈农大DSE的品种它是属于是胡耳成熟的品种 它的那个线维数比较多 它的韧性比较好 它的气成根非常的旺盛 我知道当来风之后 它就是只会出现那个摆动 它不会出现那个捣蛇呀捣符啊这种状况 去年郑大姐在电视上看到沈农大DSE试种了十亩地 效果很好 今年又扩大面积种了十五亩 没让它失望 依然扛住了长途的大风 立得厚 磅长 杨细 能打 八两 咱们都有了 这个米子特殊好 你假说别人假说要八毛 咱那就能卖八毛一八毛二 大伙都就是一大秋水 哎呀等我过年我也买 正是因为沈农大DSE的根系发达 所以抗倒浮能力特别强 也是因为扎根深 能够吸收土壤深处的营养 所以玉米果碎长得又粗又长 如果说您那个没收个碗收了 它是霍尔成熟 它还在是给那个 这个棒碎去度粒 这样长得就是更加 更成是 沈农大第二个品种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抗成 没有虫柱也没有虫眼 也没有没变 所以这样的粮更能多卖粮 所以也好卖粮 对郑大姐来说 品质这样的好玉米 大伙都抢着药 压根不愁卖 那这一亩地的产量 大概能达到多少 能整到一千八九 我去年就这个十亩 十亩地整七车 能整差不多两斤 大丰熟了是吧 今年也大丰熟 我过年我想多数 人家四十亩地 怎么样 沈农大DIC 这个品种您看好了吗 想购买的话 您可以直接登陆微信小程序 聊市黑土大集 线上就能下单 我们还有送货上门的贴心服务 黑土地让您种地更安心 每年的河线销售季 都是盘景县农们 最忙碌的时候了 如今电商改变了 很多农产品的销售方式 让原本只有十里八村才知道的好物产 走向了全国各地 这个过程当中 自然少不了科技的力量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一起到盘景 看一看这一只小河蟹 走南闯北的背后 都有哪些科技助力 最多的时候 可能是要接到 三千单到五千单 每天 我们大约有几十个人在忙碌 每年的河蟹销售季 都是蟹农们最忙的时候 田中养殖稻田蟹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了 科技的进步 让它尝到了不少甜头 首先品种的改良 就给它的河蟹销售 提供了量的保证 原来这个品种比较杂 有好多品种 然后对我们养殖来说 产量也比较低 螃蟹养殖个头也小 现在这个螃蟹 现在产量也增加了 体质也强壮 而且个头也大 原来养殖大约可能 就是十斤八斤的 现在要 估计要到四五十斤 产量提高了 蟹农的腰包骨了 这还得益于当地 对河蟹研发的投入 我现在是在一个实验室里面 在我身后的这些罐子里 保留下来的是 几百个加细的 河蟹样本 研发人员正是 对这些样本 进行基因检测 才能选育出 更优良的河蟹品种 光合一号是我们企业 从2000年就开始 进行这个 河蟹新品种的一个研发 我们是采用 全国不同水系的 这个河蟹 进行这个定向的 一个加细的选育 与种工作 在2011年的时候 培育出了 这个河蟹新品种 正是有了这些 科研人员的努力 才可以更好地 为蟹农们提供 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 而田中能有 这样的销售量 除了有农业技术的 支撑之外 互联网的发展 电商的助力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年前 田中就开始 接触电商销售 从最开始的 做网页到朋友圈 再到大热的 直播带货 网络的力量 彻底改变了 田中的 和谐销售结构 大约我们 线上要 70%的线上 我们90月份 就呈现而言 原来销售大约 就是一万斤左右吧 就是最开始 一直到发展 电商平台 介绍之后 最近这几年 我们每年销售 都超过20万斤 而要保证 电商销售的顺利进行 农产品物流的发展变化 也让田中感受到了 科技的力量 这都是 快递发往省外的劲儿 基本上 穷和各地的 第二天主要城市都能到 能保障在 48小时之内 全部能到的客户手里边 以前的螃蟹 主要这些大城市吧 上海 北京了 这些主要城市 现在我们的螃蟹 全卖到穷和各地 每一个角落 都能吃到 正宗的盘景稻田蟹 俗话说 一蟹上桌百味蛋 但是前提 这个蟹子得是特别新鲜的 怎么让新鲜的河蟹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消费者的餐桌呢 农产品物流 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盘景的一个 快递中转厂 虽然现在已经是 晚上的8点钟了 大家可以看我身后 这个中转厂里 特别的忙碌 白天快递小哥们 从蟹农那收来的河蟹 都要在这里 经过分点之后 运往全国各地 第一的话 在运输这边的话 咱地盘景地面的车辆的话 是投入了100多台 然后之后呢 咱中转厂这边的话 是投入了几十台 咱的冷藏车 都是恒文的冷藏车 然后之后 在沈阳机场那边 咱又增加了两台全货级 就是直接就是 全部都是拉河蟹用的 说起河蟹 那可是不少人心中的挚爱了 每年到了河蟹季啊 很多喜欢吃河蟹的人们呢 都会开始早早地惦记这一口了 然而大伙吃的方法 无万乎啊 就是蒸和煮 不过万物皆可考的锦州人 怎么会忽略了对河蟹的研究呢 这部在锦州的烧烤江湖里 一道美味的烤河蟹 也是应运而生了 咱们一块去尝一尝吧 一提起锦州有两个特色 一个是烧烤 另一个那就是质疑全世界的口音 当两者结合起来 那便是 这玩烤铁能好吃吗 这个烤铁都啥味的呀 锦州的美食 啥都能用炭火上来试一试 上天入地万物可考 可唯独有一样季节限定的美食 让质疑全世界的锦州食客们 都不容质疑地去相信它的美味 那便是烤河蟹 这烤铁肯定好吃 这烤肯定好吃 说起河蟹 很多人就知道杨成湖 但论起养蟹的历史 盘景也不差 东北天冷 螃蟹个头稍小 但长得肉质更为紧实 所以这盘景河蟹的名气也不小 这让作为盘景邻居的锦州 也跟着沾了锅 这么有名的食材 必须直接就拿过来烤了再说 李志作为锦州烧烤的江湖人物 专门开发出了烤河蟹的绝活 经营烧烤三十多年 当过兵的他 管理店面靠的正是军事化 做事的时候一定要专注 你知道吧 因为你正经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这个思想 眼神 就不能飘到别的地方 就是一个烤品 完之后的话 价格还要算一下 每当下午三点钟 烧烤店开始陆续上人 在这个后厨中 秉承着服从上级的原则 虽然李志作为最高长官 洞察一切 可他唯独对李正彦的去向 掌握不了 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 那他去哪了呢 这我来点河蟹 然后今天咱那边卖 给我挑点好的啊 咱有选材 这个小细节啥呢 这个芹越黑它越肥 给它掰开 你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环 这个就是质量非常好 烤出来呢也好吃 油脂也特别高 咱烤呢 是二两半是最好的 因为说咱们锦州的颅口呢 比较窄 是17的宽 这个掰开之后 穿好钢签正正好好 是可以直接充分的烤到的 一来到市场 李正彦的眼里就像放了光 他说眼下这个季节 正是吃母蟹的时候 这一手外蟹从中 挑最肥的本事 让他成就感直接拉满 特别喜欢在这个市场溜达 转一转 第一呢我可以看看每天的食材 第二呢 说我的属食太居满了 呆着不自在 儿子在那边采购 老爸这边已经开始忙活烤制了 烤和蟹这道菜的诞生 源于一次偶然 客人刚买完和蟹 来到李志的烧烤店里 想就点小烧烤 配着蒸螃蟹一起吃 李志觉得麻烦 硬是凭借多年的烧烤物性 大胆地将和蟹架到了烤炉上 就这样误打误撞之下 烤和蟹被制作了出来 在锦州烧烤的美食江湖中 把和蟹烤好 算得上是终极大招了 因为平时敢于横着走的蟹匠们 个个都是身披重甲 软硬相间 想要烤熟烤箱 没两把刷子的初级烤手 碰都不敢碰 李志烤和蟹的第一步 首先化身刀客 身为刀客 出手要快 直中要害 一刀命中 对它这个心脏的部位 最快速的就是把它杀死了 因为这个和蟹 如果要是在我们加热的过程当中 如果它是活的 它可能这个爪或者其他地方会掉 伴随着李志手起刀落 清洗过的和蟹 没有半点挣扎 便一命呜呼 为了保证蟹味的纯粹 李志选择将和蟹开盖烤 因为呢 这个和蟹里面有这个塞 有肺 它一定是在这个壳里面 如果不把这个壳掰开之后 里面的肺 我们没办法去除 它会有一定的异味 签字瞄准 蟹眼的位置 长驱直入 一串串和蟹 便全部准备完成 即将上炉 咱们平时在家里蒸螃蟹 咋说也得十五六分钟 在李志的炉子上 用烧的通红的木炭 大火烤制 六分钟 直接搞定 需要迅速锁水 就是把这个食材里面的 这个水分啊 味道啊 要快速地封锁住 这样呢 烤出来的东西呢 其实感觉上 里面的这个 汁水啊 与鲜味啊 它才会最为饱满 不为流失 身为一个烧烤高手 李志对炭火的运用 那也是熟练自如 区别于普通烧烤 和蟹要烤好 需要学会一串凉火候的烤制技巧 蟹身部位啊 它很厚 肉质很厚 但是蟹壳呢 只是薄薄地铲 对吧 那么说 如果我们说 烤这个和蟹的时候 用这个一样的碳火去烤 温都是一样 但是可能说 这个蟹壳烤红 蟹身还没烤好 将碳火一分为二 大火主攻蟹身 用余温去烤蟹壳 这样才能保证同时出炉 想要把串烤好 练得不光是眼力 更重要的 还有听力 需要从后厨 隆隆的排风机声 拨碗瓢盆的交响声中 听出烤和蟹 已经半熟的声音 耳听八方 这本事可少不了 顺着半熟的吱吱声 根据食客口味 撒上各种调子 投入地去享受 这一道自己的拿手绝活时 李志都是无比满足的 可是他也有不满的地方 那就是儿子李正燕 在李志的眼中 儿子是一个 啥事都急于求成的人 一定要有耐心 别着急 烤东西的时候也不能吃 记住没有 看得着谦虚 你儿子我给你讲 你儿子得谦虚 儿子不好叫 儿子他跟你的话 哎呦 我炸地的话 你能帮我炸地 徒弟不厉 徒弟可能说 你稍稍说他一下 给他个眼神 他就知道 哎呦 我师父要生气了 我的用心 我如果去干 他就主动去想 儿子不要 你没等你成气 他准事跑了 然而李志不知道的是 儿子之所以 凡事都急于求成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父亲 年过五十的父亲 在两年前 一次教徒弟烧烤时 因为太劳累 晕倒了 咱们店里的 里里白白这些事 去管的话 那这儿他确实特辛苦 心里就是 快点成长起来 把这个摊扛过来呗 父子间的情感 总是内敛的 李正燕的心思 并没说给父亲听 他只是努力的 想干好烧烤这个辛苦活 咱烤炉前面温度高啊 然后现在也习惯了 然后就 不烤的时候连烤 这些年 为了快点长大 扛起重担 李正燕对一切新鲜事物 都充满热情 通过拍短视频的形式 把自家的店铺宣传了出去 自己也开始 慢慢收图了 也许李正燕还不能理解 父亲这句话的分量 但这却是一个烧烤老师傅 操劳半生的信念 以及对儿子的一种 训诫与期许 最近咱们黑土地 正在省内各乡镇 征集首批的合作伙伴 和我们一起卖 好种好肥好农资 每一个乡镇呢 是只限一个名额 先到先得 这些电话 已经好了 400-6818-801 黑土地 期待您的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